在穷不能穷教育 许多家长不惜花钱给孩子暴读各种的补习班 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 补习班也从实体教学转到了线上学习 国内的私人补习中心面临学生人数锐减 收入一落千丈 加上需要添购网络教学的设备 业者大喊吃不消 不少的中小型补习中心陷入了倒闭窘境 希望政府能够施以援手帮助教育工作者 马来西亚课后补习协会主席林兴发 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 线上补习开跑以来教学过程频频出状况 比如学生缺乏网络设备或不专心上课 也有人因为经济压力而停止学习 补习社的收入大受影响 一米的距离基本上开业过后的话 我们的学生也不能说到这么多 所以分开的话可能我们就要请老师的工作时间延长 所以我们可能就要津贴老师 当然我们也有采取一些措施 就是比如说线上跟线下同步进行 但是这一个的话 我几乎我们是有80%的补习 业者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我们需要一些特别的器材 就比如说我们要有projector 我们要有那种电脑 然后才可以同步进行 除了填购器材 消毒用品 租金和教室补贴等开销 补习社还要支付行政人员和司机的薪水 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 协会300多名成员中就有7到8成的业者面对财务困境 加上政府规定 年收入同比减少三成的企业才能申请薪资补贴 零信发透露 对小型补习中心来说 收入减少30%几乎是灭顶之灾了 因此马来西亚课后补习协会提出三项诉求 包括提供一次性5000令吉拨款 放宽薪资补贴申请条件 并调高金额到1200令吉 以及设立一个官方沟通渠道 我们因为新协会 我们也其实也从来没有跟政府接触过 所以这一次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方法怎么样 所以我们是希望政府是否可以 好像有一些关联协调员 就比如说我们面对什么诉求 我们面对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相关的一个部门 或者相关的一些关联 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到 马来西亚课后补习协会 已经把谅解备忘录乘到教育部 希望尽早开会商议对策 帮助教育工作者度过危机 马信社电视李于晴采访报道